ând dot dot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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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are you yeah you 記得好傷喉嚨 記得按一下訂閱喔 哈囉 我是 帥気龍屎大 歡迎七七老大 哈囉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霧氣龍大 幾時你現在有十五分鐘 太爽了 那我們今天要玩的是 臺骨跳 有玩過嗎 從來沒有玩過 但一直有聽過很想玩 然後我昨天有去複習了一下 你們的影片 想像一下你們的那個邏輯 那你一路的感受度 你覺得你玩起來會是得心應手嗎 我覺得應該還可以 因為我本身那個潛意識有點變態 看推理能力也是不錯 還好 就只有變態 那每個規則呢 可以去看上面的這集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的樣子 Yaya 女孩發現自己的房間 有衣物被偷的跡象 女孩決定抓出兇手 隔天她死了 試推理期過程 好短喔 很短 我這次有把題目再縮短一點 因為上次給提示太多了 女孩發現她的內衣有被偷的跡象 不 衣服 不是內衣 不能這樣問 你可以直接問說被偷的是內衣嗎 被偷的是內衣嗎 原來變態的部分是重要 這個重要 被偷的尺寸重要嗎 不重要 我本身想知道 我本身想知道而已 大的才會偷吧 被偷的是襪子 不重要 她已經說義務不重要了 你還說襪子 對啊 那是褲子嘛 不要亂講 我要顛覆這個邏輯 被偷的是裙子 不重要 我以為我跳脫出來了 是偷的人殺的嗎 是 女孩是自殺吧 偷的殺 你拿這些東西 我以為後面是人格分裂的那種 啊 又是自殺 又是被偷的殺 偷是自偷自殺 女孩的家裡有裝防盜窗嗎 偷 女孩的死法重要嗎 不重要 她有知道偷的人是誰嗎 還是不知道 應該算是 偷 偷她東西的這個兇手 是她認識的人嗎 不 女孩是自己一個人住嗎 是 哈哈哈哈 笑什麼 女孩有情感的糾葛嗎 那是什麼樣的形容 不 你也是哪來溝通的人 她一定會長這樣 女孩平常會去看綜藝嗎 沒有 跟我聽到 你們現在還沒有講出一個關鍵的東西 偷她衣服的人是男生嗎 是 按抖權稀會長高嗎 所以要問 沒有 我看別的問題 好像他們都一直在幫我 就是這個行銷 那超過25歲之後 按還來幾 你好好問 尤其尤其 很重要 女孩 四肢健全嗎 是 這次很難玩 你們有發現我會特地出一些 跟殘缺無關的題目嗎 我暫時現在沒有頭緒了 我覺得這個很難 給你一個提示好了 你比個屁還不錯 或者是你們可以整理一下 剛剛我說是的一些線索 剛剛說的是只有兇手是 偷東西的人而已 像是女孩是一個人住 她家沒有防盜窗 所以被窗空門 這是一集密室謀殺嗎 兇手帶給我們 是 是喔 是 果然跟我吹你的樣 所以兇手還在發現場嗎 是嗎 是 兇手躲在衣櫃嗎 兇手躲的地方重要嗎 算重要 兇手躲在床底下 是 兇手要殺的女孩動機 只是因為她發現她偷她的衣服嗎 你第一次講那麼順耶 對啊 對啊 她剛剛你被搞的喔 你被搞的喔 被搞的沒被那麼好花 好 現在只有兇手在床底下 然後兇手是偷東西的人 對 然後我們就是一起密室謀殺 怎麼樣了吧 我發現我昨天準備的根本都沒有 好難的 他想得不一樣 他什麼動機 那動機幹嘛殺我 有 只是你動機還沒看到 任何的事情都一定有她的意思 順便 等一下 因為感覺要有問題 對啊 但是還是沒有猜到有重要的東西 我也覺得 為什麼衣服被偷 最後會走向這個道路 我知道了 有了 有了 他衣服被偷 兇手有任何東西放在她的衣服裡面過嗎 喔 海洋之星 所以兇手偷內衣不是隨機的 已經鎖定是內衣 不重要 兇手是變態嗎 應該是吧 跟味道有關嗎 不 可惡 偷的過程當中 女孩剛好回來了嗎 算是 所以是她在偷的同時 拿到了內衣 拿到了衣服 然後就直接穿 然後就跳森巴 有變裝品 然後都被看到 覺得說我不殺你 我一定要滅頭 兇手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兇手是森巴舞者 是領長的老婆 那該殺人 不然不知道 他穿女性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女生回來了 然後兇手拿著她的衣服 躲在她的床底下 過程不對 女孩的衣物是第一天被偷嗎 對 連續的 這很重要耶 你這個講 這很重要耶 兇手鎖定了這一個女生 然後長期偷她的東西 有一天她偷她的東西的時候 女孩剛好回家 然後她沒來不及躲 所以只好躲在床底下 媽 女生的衣服上面 是不是留有兇手的作案動機 呃 否 可惡 整個看的都不一樣 就不是 女孩家有裝任何的監視器嗎 是 終於有人問到重點了 有裝監視器 其實這個故事還蠻單純的 你們把現在有的線索 全部拼揍起來 故事都差不多結束了 哪 喔 來 講 好不好 我有拿了 我有拿了 是嗎 現在就是衣服被偷 兇手床底下監視器 然後女孩不是第一天被偷 她偷衣服的時候 女生回來了 然後監視器有拍到 兇手的樣子 女生知道是誰人 把幹掉 所以把監視器偷走 衣服還順便 把你直接去毀掉 然後順便衣服還是要帶回去穩 只有穩的部分是對的 加了一些內心系 但其實 差不多 我整理一下線索 女孩 連續被偷好幾天的衣服 不要急 她就是她的監視器 然後 兇手躲在屋子裡面 然後 女孩就被殺了 中間的過程 所以就是 女孩的衣服她被偷 所以她決定裝了一個監視器 兇手要再偷衣服的時候 發現有監視器 如果她偷了 她跑了就會被抓 好 所以她就留在那邊 躲在床底下 待一個人還圍在床底下 把她幹掉 是 來 故事是這樣的 故事中的女主角 是一位在外租屋的上班族 剛搬來沒多久 就發現房間的衣物 總是會不見 很多東西 似乎也會改變位置 懷疑有小偷的她 懷疑有小偷的她 決定在家 裝飾監視入影機 隔天 女孩提早下班回到家中 發現衣物沒有缺少 感到有點放心 隨意地打開電腦 看一下隱藏攝影機的功能是否正常 但越看 越驚恐 有小偷的距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宣传一下 没有问题 镜头前面如果有胖胖的朋友 赶快加入老大的Facebook社团 叫做 叫做什么 变美 OK 对不起 叫做 变美不孤单老大陪你送的 哦 加入了 我用科学的方法就给你 对啦 你要做減肥 对 我要減肥 你看我都要看他 哎呀 你们两个 下一集来我准备做一个企划 就是你们两个比赛 一个月減肥 谁減的比较少 就做一个出发 我们減肥的影片官方都蛮高的 所以超充分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